昨天晚上你们今天早上让学生去学校 你们太扯了吧 家长气到破口大骂 就是因为毫无预警接到停课通知 才知道小孩念的学校有确诊者 家长确诊就等于学生一定中的啊 因为你们已经知道家长有确诊了 但是你们要知道说 今天尽量能让学生不进来就不进来嘛 我才开学两天就跟他确诊者 很担心啊 大家会担心啊 因为疫苗都还没打 就是因为桃园爆发机师突破性感染 而且疫情再扩散到校园 这名机师居家检疫期间发病 传染给同住的儿子 9月1号开学小孩照常上课 隔天9月2号身体不适请假 没有到校 直到深夜11点多 机师确诊儿子自主快筛阳性 紧急通知校方 但9月3号这一天 全校2000多名师生一无所知 通通到校 直到上午才宣布紧急全面停课 全体师生都要进行PCR裁剪 学生家长告知 学生父亲在下午6点钟 确认PCR的检验的结果是阳性 学生他在家自行进行快筛 他快筛的结果是阳性 刚他们已经有宣布说放学 后来才临时说下午要在学校 没有卫生局自己 对 没有卫生局 后来就是已经有先讲话 才临时那个回来 让学生跟家长真的很恐慌 DELTA病毒入侵校园 现在桃园危机再起 先前诺富特群聚事件 延烧超过百天才落幕 那要采取执行泡泡 跟一次性房卡的政策 那我是建立这样的政策 需要再彻底的检讨 这个外战管理的这个措施 是否落实 是要注意有风险 但我们还是要看检验的结果 检验结果知道说 现在的感染的状况是怎么样 所以检验结果出来 那就会做进一步的处理 紧急不破网 毕竟开学才第三天 就出现学生确诊个案 指挥中心再度派出王毕胜 到学校指挥 立拼三日完成裁检 全力防堵DELTA病毒 欢迎新闻 陈明艳科冠成刘佩婷 桃园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